这几个女人只是来到一个岩洞探险 却没想到这是她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探险 几人整理好装备后便进入地下的岩洞 只见岩洞内部很大景色也非常的壮观 就在几人兴奋时 小美却在一旁的岩壁看见一个斜手印 但她并没有在意 然而下一秒 原来只是一些蝙蝠 她们继续向下进入一个狭窄的通道 穿过这个通道 她们点燃照明棒 发现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洞听 几人分开寻找其他通道 这时小美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她拿着手电筒查看 发现只是水滴落在岩石上的声音 她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她回头的时候 黑妹突然出现 把她吓了一跳 她们找了片刻之后并没有发现其他通道 于是集合休息一下顺便吃点东西 休息片刻之后 很快小美就发现一个通道 其中一个队友说 我先去探探路 这个通道极其狭小 刚好足够一个人通行 这对于幽闭恐惧症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等到这名队友通过之后 其他队友也紧随其后 小美留下来断后 就在她准备爬进去的时候 又听到了什么声音 她没想这么多 目前跟上前面的队友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可就在她爬到一半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卡住了 她很害怕 开始呼吸困难 前方的队友安慰小美 叫她一定要放松 并且回来帮助小美 小美说自己的包还在后面 然而就在这时 上方的石块突然松动 就在她们爬出洞口的一瞬间 整个通道全部塌险 这也就意味着她们被困在这里 她们必须找到其他出口 穿过一个通道之后 黑妹突然叫大家不要动 点燃一根燃烧棒 发现前方竟然是一处断崖 扔下一块石头 下面深不见底 她们彻底没了路 她们只能想办法到对面去 但是怎么过去 这是队友说了 必须有一个人先过去 然后再把绳索拉好 因为她经常做一些极限运动 所以这个重任非她莫属 队友让黑妹给自己绑好安全绳 然后一点点地往对面爬过去 每爬一步 她都会安装一个岩栓 再把安全绳挂在上面 虽然队友经常锻炼 但这对于她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可当她爬到一半时 发现岩壁上竟然有一个岩钉 这说明这个岩洞 曾经有人来过 但她顾不得多想 正好把钩子挂在上面 到达对面后 队友已经精疲力尽 小美把安全绳扔过去 队友也陆续过去 有了安全绳的帮助 大家都很快 最后只剩下黑妹一个人 但是她却把安全绳收了 说接下来可能用得上 于是想像队友一样爬过去 美爬一步 还要把岩栓回收了 就在她爬到一半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上面的岩钉摇摇欲坠 还好有队友拉住了安全绳 顺利把她拉了上来 黑妹看着手里的岩钉 上面秀迹斑斑 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 如果他们成功出去了的话 就说明肯定还有另一个出口 他们继续往里面走 墙上的图案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根据上面的显示 他们已经确定还有另一个出口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个人形的怪物早就盯上了他们 很快他们就发现一个通道 其中一个队友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 可由于光线太暗 没注意脚下有个深坑 黑妹抓住她的手使劲往上拉 却还是没能救她上来 几人爬下去一看 队友的脚已经摔断 就在他们处理伤口的时候 小美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她一个人过去查看 发现就在不远处 有一个人形的怪物 怪物察觉后 瞬间消失不见 小美吓坏了 一转身 黑妹出现在身后 小美赶紧把刚刚看到的东西告诉她 而黑妹认为她出现了幻觉 她又把这件事告诉其他队友 尽管她确切地说出了怪物的样子 他们依然不相信小美 选择继续赶路 没过多久就发现前面没了路 只能从这里爬上去 就在他们成功爬上来的时候 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成百上千的海谷到处都是 大家都开始慌了 终于相信小美看到的怪物是真的 然而就在这时 怪物突然出现在队友身后 但下一秒又消失不见 他们吓坏了 全部抱团在一起防止怪物的攻击 就在他们找到一条路准备离开这里时 一只怪物突然出现在面前 几人被吓得慌忙逃窜 腿部受伤的队友成了怪物攻击的目标 队友应声倒闭 怪物消失在黑暗中 黑妹急忙上去搭救 可她已经没了呼吸 这时怪物再次起来 把黑妹撞到一边 准备拖走自己猎杀的食物 黑妹拼尽全力想要阻止 一刀砍在怪物的头上 不料又出现一只把黑妹扑抖 队友的尸体被拖走 她和怪物开始肉搏 然后趁机拿起长刀 连续几刀砍在怪物身上 直至把怪物彻底杀死 此时的黑妹由于惊吓过度 已经杀红了眼 精神紧张的她时刻保持警惕 突然身后传来一响 黑妹条件反射地朝背后砍去 不料竟是过来帮忙的队友 黑妹瞬间懵了 队友抓住她的吊坠倒在了地上 看着躺在地上的队友 黑妹不敢面对 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面对队友的苦苦求救 她也无动于衷 此刻的她只想逃离这里 不想被其他队友发现 而小美这边却进入了怪物的脑巢 队友的尸体被怪物带到了这里 她亲眼看着队友被一群怪物赤地 另外两名队友也命悬一醒 他们躺在地上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因为一只怪物已经来到他们身边 这也让他们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怪物的眼睛看不见 但是对声音却异常地敏感 然而就在这时 队友的手表突然响了起来 怪物纹身而来 队友急忙脱下手表丢在一旁 两人死里逃生 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这里时 一只怪物突然出现 一名队友被抓住 眼看就要被怪物咬死 一把长刀突然飞了过来 是黑妹赶了过来 此时的她早已没了恐惧 眼神里全是愤怒 她很快就将怪物秒杀 可当队友向黑妹问起其他人的时候 她只是含糊其词地说自己有证 但她没想到的是 刚才自己误杀的队友 却被小美误打误撞地发现了 队友用最后一口气跟小美说 是黑妹伤了她 一开始小美还不相信 直到看见队友手中的吊牌 小美相信了 因为上面刻有黑妹的名字 队友很痛苦 她叫小美给自己一个痛快 小美虽然于心不忍 但看到队友痛苦哀求的样子 她最终还是很下了心 谁知刚结束队友 一只怪物就咕了过来 此时的小美满是愤怒 她一脚踩爆了怪物的脑 谁知身后又出现一只 她拿着佛把急忙逃跑 却一不注意 掉进了满是西瓜汁的坑里 刚准备爬上去 不料怪物就在身后 一把将她扑倒 她拿起一旁的骨头了结了怪物 好不容易爬上去 怪物再次出现 她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趁怪物不注意 哭吃一下 成功拿下三杀 她发出愤怒的嘶吼 被另外三名队友听见 此时的他们也顾不了这么多 只能赶紧逃命 两名队友爬进了通道 后面的黑妹却听到了动静 她拿起手电筒一招 成群的怪物正向他们袭来 慌忙中 一名队友走散 前方是一处断崖 她只能冒险爬过去 不料刚爬到一半 就被怪物抓住 她和怪物同归于尽 黑妹和另外一名队友赶快 看到惨死的队友 还没来得及伤心 另外一名队友也被怪物抓走了 黑妹情急之下 直接跳入深渊 没想到下面竟然是水 她侥幸活了下来 顺着水流准备爬上去 眼看就要再次掉下 小美及时出现就吓了她 看着眼前的黑妹 小美想起了死去的队友 但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 得先逃出这里 两人刚走没多久 就被几只怪物挡住去 但经历了这么多 两人丝毫不惧 想要活下去 只能跟他们拼了 在两人的配合下 很快就解决了所有怪物 小美见时机成熟 缓缓拿起长刀 露出黑妹的吊坠 还没等黑妹解释 小美已经挥出长刀 扎进了她的大口 她要把这个杀人凶手 永远地留在这里 接着拿起火把头 也不回地走了 黑妹忍痛拿出长刀 可以转身 几十只怪物将她团团围住 想都不用想 黑妹肯定九死一生 而另一边的小美 也循着亮光找到了出口 她扒开洞口的树枝 终于呼吸到了外面的空气 然后一路狂奔 找到来时的汽车 最终 她逃离了这个可怕的地方 影片也到此结束 我是小鞋 我们下期见